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汉代的 所谓的高谷域中汉代的动物造型的预计 尤其是以碧邪神兽为主 当然还包括一些诗文的 狮子气球 狗的造型 犀牛的造型 最多的就是这种神兽 神兽其实有好多个名称 神兽啊 天鹿也好 还有益兽 最常用益 益有两个字都通用 益是奇异的益 奇异恩典 还有羽翼 带翅膀的羽翼的益 今天我们这又是一只什么奇异的兽 异兽 也是一只带翅膀的异兽 也是一个神兽 也是一个神兽 造型呢 非常的 优雅 优雅 但它不是那种犀利感 犀利 我们讲的刀弓犀利 这是战焊的玉器上的一个特征 严谨一点讲 应该是战焊 高端的 玉器雕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刀弓犀利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铁器的发明 因为有铁丝有钢 有了钢刀之后的 削铁如泥 所以江湖传闻 在战焊时期 出现了昆武刀 昆武刀给削玉如泥 所以它那个刀弓非常的犀利 能够什么 雕走出来一些 屹立两千多年 屹立了两千年 而摸上去仍然扎手 的那种感觉 眼睛触眼所及呢 也是那种什么 灵脚犀利 线条流畅 我们眼前这件小小的辟邪兽 一个那个不到十公分吧 我没有量 不到十公分的辟邪兽 就是这种感觉 大概在我手上 大概二十五六年吧 二十五年差不多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差不多 二三十年前是我对战焊的预计 最痴狂的时期 最痴狂的时期 那时候收了 已经到那时候的尾声就收了 就是那种小小的辟邪收不到十公分 但它的那种犀利感 能够上这样细功 第一个 你要有好的料 好料才能上细功 那个粗料 上不了细功 第一个 料子要好 足度要致命 结晶颗粒要小 比重要大 密度要高 预制好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工具 再加上当时的技术 再加上当时的一种宗教信仰 西汉时期 开国的不管是皇帝 汉港祖刘邦 把他旁边这一群 打天下 帮他打天下 都是来自于楚地 所以充满了楚国文化的那种 神鬼思想 那一建国之后 马上就流行起来 在王宫贵族之间 甚至在王室之间 就流行了辟邪神授 辟邪神授是结合了 宗教 文化 信仰 思想 甚至于他的当时的宇宙观 还包括了 当时的文化 艺术 美学 就造就了 这么难得 特殊的一个 特殊时代之下的产物 当然后来一直到了 明清 原明清 都有在雕刻 动物欲雕 尤其是神兽类的 异兽类的 或者说是辟邪兽 或者说天鹿也好 但后期的宫 跟上汉时期的宫 在董行的人来说 那是天壤之别 虽然清代的 雕刻的也很好 甚至于近代 现代雕的 都很好 因为工具越来越进步 但是他的那种 就缺乏了那种锐气 缺乏了那种霸气 你缺乏的那种震撼 我震撼之际 都楚文化延伸到西汉 打天下的这些人 都是由楚文化成鬼思想之外 又有什么 开国之君 我们那个 说文解释上 皇后的后 不是指了皇后 后者是什么 继起君也 继位的皇帝 叫做继起君 就是说 强调的就是 真正的君王 真正的帝王 最了不起是 大天下的 开国之君 比如宋代的 宋代主赵光颖 唐代的 不管唐高 李渊父子他们一起的 唐太宗李世民 这一流的人物 还有就叫汉代 刘邦 建立的西汉 这些人呢 人格特质 就是有那种霸气 跟强悍 就是有那种 他日全代之的那种 那种格局 因为楚汉乡 楚霸王都落败在他的手上 可见了这个人呢 他多有任性 而且他称帝的这种心 你看 我们现在不要说别的 看美国选总统 看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选总统 已经到现在的民主国家 到这种程度 你看选总统的时候 都是什么 各种招数啊 包括尼克森的那时候的水门案 用尽了各种招数 展现一个什么 一个君王 或者现在的总统 或者一个准总统 那种企图心 那更何况在2000年前的 那是古代 那时候什么 杀人不眨眼的 所以可想而知 在他们的那种性格 跟他们那时候的一个思想 文化背景之下的一个氛围 还有政治背景 那种氛围之下 他们所造就出来的神兽 能够正宅的神兽 能够辟邪的神兽 不带话下 做了神兽 在汉时期 就在西汉初期 还有我们带的 我们今天没带 那个班子 我们早期的班子叫做射 射箭的射 射 它在大拇指上 把它转为 带在身上的射行配 射行配也是什么 避免了人家对我施法 那时候朝廷的政争 非常的厉害 互相之间就遗传了楚文化的那种神鬼思想 在家里做小人啊 这给你扎针啊 很多人无疾而终 就是后来把那个班子 就是我们以前在 我刚当小卫官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人把蒋公的像 蒋公的像 挂在哪里 挂在那个 他认为在陆冲 包括有的那个船铺 在军中 很多那个船铺 军中都直通直通了 经常有的对着 那个气口 对着 他把蒋公的照片放在那边 可以把它闭上 这二十世纪的尾声 那时候是二十世纪的尾声 都有这种作为 何况在两千多年前 那个时候的人的那种辟邪 不管是色形配 不管是我们讲的神兽类的 在当时来说 那都是不得了的东西 那都是什么 隐藏的文化 艺术之美 之外 他还有一种心灵的一种纪录 原来说人不能没有信仰 连现在的美国总统 就只在手摸的圣经 来做宣示 人不能没有信仰 那不管我们手上带的 不管是天珠 手上带的天珠 带的玉佩 这就是什么 融合了思想信仰文化 在一种的 变成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摸的圣经发誓 变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看 这种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那时候的人 对这辟邪兽是多么的崇敬 那辟邪兽或者是色形配 就扮演的 除了美学艺术之美之外 带来人们心灵中的 不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用不起 王宫贵族 甚至皇室之间的 一个护身符 所以我们把我们眼前 这间再转一下 台北过宫有一间最有名的 六公分而已 大概我想大小就跟这个差不多吧 我们也去戏凉了 他标东汉的一只避邪兽 那最有名 昂首阔步 经常作为封面 东汉的一只避邪兽 他还不是白的 他不是白玉的 他还是清玉的 清玉代庆 为什么有名 就他的遗态的优雅 他标是标东汉 就跟我标这个东汉一样 但事实上 他是西汉的尾声 到东汉的初期 就西 很有可能是西汉的中后期 因为他还保持了西汉时期的那种霸气 但是已经有了东汉人的那种雍龙华贵 我就常常以那个华侨 出外打天下的华侨作为比拟 华侨第一代 毕路蓝旅 毕路蓝旅 就像开国的君王 要有那种强悍 要有那种任性 要有那种不屈不挠 要非常的犀利 要非常的能够钻淫 身体像变形虫一样 就变 那个动作很大 那种强调的动态的灵机 一种灵动力的那种动 他为了生存 人家说生命 会找出口 就长了植物 但我们动物也是一样的 那动物他需要 维持他的这个地盘也好 或者维持他的一个生存也好 他都展现了身体 最大最大的功能 跟身体的最大的张力 这就是西汉的底线生活 到东岸时期 已经是华侨第二代 已经富裕了 他就没有必要 再去做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牺牲自己 或者委屈自己 或者委屈求全部 他就雍容大度 龙行虎步 龙行虎步 那种仪态就展现在台北故宫那只小小的辟邪兽 经常作为封面照片 毕竟是什么 大家要指出的长路 那我们这只仪态其实这样不输 他的仪态固然是美 但是他的戏功 却赶上我们这一件 戏功 我就刚才讲了 不是现代的工具 调出来的戏功 而是 在昆武刀时期 也就是在 两汉 初期 就西汉初期 那个时候 治愈的 第一个高峰期的 第一个高峰期的 就在西汉朝期 那时候自主 所以 各位要是有机会上手这点 宁默那种感觉就对了 我在25、6年前 我得到他的事 我不要说别的 我一上手 就跟抓那个天猪一样 一上手的感觉 就对了 那感觉很重要 为什么 来自于经验 来自于你 对这件东西的那种 那种直观 那种直观 刀工之西里 他把每一个细节 耳朵也好 他的脚也好 甚至于眼睛 牙齿 他身上的羽翼 那种扎手 而不是现在 故意给你弄 弄出来的那种 那种似乎像的 那种 那种不叫扎手 应该叫做个手吧 是不是 我们北方人 有那种个手的那种感觉 个之中呢 又保留了那种圆容 既有那种圆容 又有那种个手的那种感觉 是当时那种特殊功能 还有那个玉璧 战汉的玉璧 也是一上手一摸就知道 还有战汉的古文 战汉的什么 乳丁文 一上手 就知有物 不用看 当看也 就 大开门的眼就看出来 你不用看 你手一摸 就知道 所以说人家说鉴定 天株 天黑的时候 也可以鉴定 手一摸 其实古域何尝不是 话再讲回来了 看鸡钢碑 也何尝不是如此 鸡钢碑那个最大的收藏家 九十多岁的 爱斯卡纳吉 爱斯卡纳吉 它是英国最大的 古董商工 东方文物 它释出的 那一件 那当然是 最早的是 那个 球博士的 那个祖父 那个球炎之 手 他在手上 他做 预展的时候 九十多岁的爱斯卡纳吉 他就说 摸起来有那种 生命的律动感 他觉得有股气 在动 很 摸 那看都不用看 那是 鸡钢碑上 特有的一种气息 话家说 成化斗彩器 特有的一种气息 有些小气 越小的建物 在成化斗彩的 小鸡钢碑上 它会展现出来的 那种什么 那种生命的 那种律动感 还有口言的那种犀利感 还有那个 从根部 到口言 由厚 微微的厚到微微的薄 之间的这种起伏的这种变化 凭手感 所以我们就说说 人除了眼道 心道 手也要动 所以为什么 鼓励大家常常去 因为你去博物馆只能演道而已 你去大拍的场合 或者大展那个古董店 或者像我们的私人收藏家 收藏 有的时候去寻意的态度 人家又愿意把好东西拿出来 让你上个手看一下 这时候 因为你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 已经有了知识的储存了 再加上你的那个见识 有一定的见识 在最后一定要上手 记得一定要谦虚 扁一副耍老大 那个样子 别人不会理你 要么也就应付你 态度要增长 学文物 学古物 或者收藏古物 收藏文物 第一点要做到的 这个理 一让而生 退而引 其真也君子 连射箭啊 李悦射域叔叔 孔老夫之大 里面最勇猛的射箭 那个是个军事行为 还包括打猎 那个是一个物 比武的场所 他都能够一让而生 退而起真也君子 要维持中国人的利益 我们传统的文化 以孔子为中心事件 孔子中心事件 是什么 一个人 心注意话 也就是理 所以我们在各个学校 我们小学的时候 都会被 四为八德 是哪四为呢 理义廉持 四为八德里面 以四为为重 他是刚领 提刚见领 而第一个字就是理 理义廉持 八德是什么 宗教人安心 那现在 把这个一 取消 掉之后 把这个图腾一拿掉之后 变成 什么叫 空犯 形式上的空犯 而造成心中的空犯 所以现在的犯罪率 那么高 一些奇奇怪怪的 一些 不要脸的事情发生 都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们搞收藏的 是玩传统的文物 第一个 一定要把 中国思想的源流 尤其 大家的源流 要搞清楚 最起码 要做到这个理 不管是 对人的发言 或者对人的 请教 请义 或者对人的一个 互相的交流探讨 都不能失去其理 就像 孔老夫子跟他的学生讲 杀羊的事情 如爱其羊 我爱其理 孔老夫子 理 是非常重要 既然我们都是 孔子的信徒 这点呢 非常 尤其在研究 玩文物的 你要是出力出气的 一个人 你再好的文物 让人家瞧不起 曹新成呢 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讲话狂妄 你说他受伤好不好 当然好 他有钱 他人又精明 就是缺少了一个字 那种理 中文那种谦逊 在他身上看不到 这就很可惜 所以 我们当然不做个人的批评 有人喜欢他 那是你的事情 就是他可以做到完美 他要说是 他做到九成九 就差那一分 我们一定要 我们没有这么有钱 最起码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根 这个力 好 我们眼前 这个辟邪寿让我 有感而发的 所以 给各位照一下 照一下 我今天不耽误 因为我今天用台风贴 现在台风贴 本来还要去做一下防台 给各位看看 你看他的昂扬之势 他那种昂扬之势 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细功 非常的犀利 非常的犀利 但这个细功 是你想象 他当然有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吧 四分之一的地方 有受到土庆 即便土庆的地方 还是很犀利 换句话说 他土庆 没有伤到他 因为他预知实在是太好 并没有伤到他 只是在他身上造成了一个什么印记呢 造成了一个时代感 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在他的身上 他却真的是 很完美的 在毕竟 在两千年前 他的玉子会更白 会更白 因为两千年过后 千年的把玉变秋轨 他微微的就说 有一点 有一点 带一点点那种 灰青 这是因为时间造成的因素 好 我们再 放另外一个灯给各位照一下 我就要去做佛的防台 记得玩文物 一定要有一个格定 玩文物 一定要有一个 就跟我们这辟邪兽一样 要不失那种什么 那种 那种灵气 灵气 就太没有自我了之后 那就没有灵气了 那有什么灵气 就是洞中的那种灵 而是那种什么 有那种灵动感之外 还要维持自己的一个格调 你看 毕学兽姿势再低 记得 他的头都是昂扬 他姿势摆得再低 他的头都是昂扬 这个是 我们要把这种 毕学兽的这种精神 尤其我这样侧面看 看他的鼻子跟眼之间 那个鼻子跳起来 那种龙鼻 龙 龙鼻 那种 那种 那种锐讲 那种犀利 龙鼻在我们人像学上来说 微微有点朝天 紧照外露 那叫做什么 对了 那叫做龙鼻 是一个最大的领导格 他的鼻子就是那种龙鼻的 微微朝天的那种领导格 龙鼻 又带一点的蓝胎庭位 鼻翼突出 那是狮子鼻 那龙鼻跟狮子鼻的一种 一种交流 他既 富且贵 狮子鼻 有财库 代表的是富 龙鼻 昂扬 朝天 这代表的是一种贵 是一种领导格 最大的一种领导格 所以跟富跟贵之间 就造就了 我们这个 小小的一只辟邪兽 他能够 带给人那种 心灵上那种安慰 能够 在 不管是帝王也好 或者是什么 王公贵族也好 因为他 而能够有 那种 从事那种 拼搏之心 永远 不会失去理想 ambition 英文叫ambition 永远不会失去理想 这是很重要 现在很艺人 哪些艺人 看似很光鲜 突然之间 想开了 就是什么 在心灵之中 需要 我们要 能够 我们受过很严苛 军训的人就知道 在那种环境之下 我都能够生存 那么痛苦之下 你就 有那种历劣 人 顺境逆境 有时候遇到逆境 不是坏事 那是 但是记着我们讲的一句话 执其至 物扑其弃 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痛苦 再严重的低潮 挺过去 知其至 物扑其弃 我们在这小小的毕业中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启发 谢谢各位